随着政府实施移民遣返计划 允许无证移民在缴付罚款后 不被起诉 遣返回国 公运分子安迪·霍尔 敦促政府详细筛查 参与这项计划的移民 以确认他们是不是人口贩运 严重虐待 剥削或强迫劳动的受害者 霍尔在一份文告中指出 我国估计有高达200万名无证移民 移民遣返计划或许对部分移民有好处 但当局还是得详细筛查 申请遣返回国的移民 一旦发现当中有人曾遭到强迫劳动 就必须给予他们赔偿 他指出 有的移民抵达我国后没有工作 不止欠债累累 还遭到虐待 错不在他们 却又得自行承担费用 遣返回国 而透过这批移民从中猛利的 不法集团和雇主 似乎又可透过移民自愿遣返回国而得利 霍尔对此感到担忧 在这之前 霍尔曾揭露 国内有超过100名孟加拉级移工 疑似遭到我国雇主欺诈 在缴付了高昂招聘费抵达我国后 一直没有工作 还得遭受身体和言语虐待 我写得了一个好准备的不抵达我国兰原来说 你和歌连朋友们有些什么 比较多优费隐所 一样的不抵达我国内有很多